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昨天早晨 围攻您的就是义和团的人 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皆为既困就是下地狱 也要去的值得 阿弥陀佛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就是虚云吧 贫僧正是虚云 不知各位施主来我寺有何贵干呢 我们是来龙泉寺搜查的 你们紧逼寺门是什么意思 那只是为了不饶菩萨的亲近 请各位施主进寺赐教吧 怎么样 二师兄 你是二师兄 二师兄别来无恙 敬小记 请 你们都等着 走吧 明人不说暗话 眼下京城里许多信阳教的二毛子们 都逃到了京郊各个寺庙里 妄图逃脱上天的惩罚 我们今天奉命前来就是捉拿那些被叛祖宗的二毛子 把他们交给坛主发落 你这龙泉寺有还是没有 就听大法师一句痛快话 没有 我们立马走人 若有的话 就别怪我们动手了 有 不下两百 痛快 二师兄 动手吧 好 不 许人法师 得罪了 慢 这是佛门圣地 无根师父 这件事就由老那来处理吧 怎么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贫僧知道义和团的全民是为了抵抗洋人入侵 二位既然光临本寺就请一同进殿拜佛 贫僧将亲自为二位施主祈求佛祖保佑平安 百战百胜 哼 我可不管你们是有礼还是无礼 只要你们在寺庙里就该拜佛 怎么 今天老法师帮你们 你们还要拿藏 摆臭谱啊 好 拜就拜 走 这佛也拜了 这下可以去抓二毛子了吧 这可是你叫我们来拜的 不错 是我叫你们来拜的 心中有佛 不过不跪又有何妨 心中无佛纵然跪尽诸佛菩萨 到头来也难逃因缘果报 善恶之念只是意志之格 你别说那么多了 该怎么办吧 龙泉寺是收留了二百多号教民 此时他们都在云水堂和客堂里 不过二位可曾想过 洋人入侵金京之后 义和团要惩治他们 洋人洋兵要保护他们 可是他们不逃往东郊民巷的使馆区 却来本寺寻求庇护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错了 现在全部脱离阳教 改信佛教了 得了 鬼才相信 施主不信 贫僧也没有办法 既拜过菩萨了 你们就尽管抓人吧 只是请千万别在佛门清净之地杀人 要是老老实实那好说 要是不听话 咱们总坛主说了 就地砍了 绝不宽容 阿弥陀佛 贫僧也是为你们着想 你这什么意思 在佛门境地杀人 一来是要惹太后不高兴 二来 此次的后院住着肃亲王及其他王宫的贝勒们 若贫僧所料不差的话 端亲王的贝勒 此时恐怕也正在向肃亲王请安 如果惊扰了他们 怕就不大好了 什么 端亲王的贝勒也在这儿 我们可是要坚决抵抗洋人 复兴灭洋的 大师兄 可有的事一旦成行 就是赋税难收 算了 续运法师 我们也不想惊扰王爷 既然这些校民已经改邪归正 入我佛门了 那我们也就不打扰了 告辞了 告辞了 那我送送二位 不必不必 后会有期 小李子 我在 你敢讲真话吗 敢 奴才一下只讲老佛爷您爱听的真话 那不爱听的呢 奴才跟那些上书坊的王爷大臣不一样 是专门伺候老佛爷的 老佛爷 奴才做事就是让老佛爷树心 怎么能瞎掰 让老佛爷挠心呢 你不还是说了真话吗 我想问你 那个虚云法师能在我这说真话吗 医奴才看 她敢 这个时候想听几句真话也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宣她进宫来吧 知 师父 师父 你白救他们了 又怎么了 你不说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吗 二七一千四 你今晚造的这么多级浮屠 我看没有一级管用的 是吗 怎么不是 你到回廊上看看啊 那些教民全都赞美说是 主耶稣救了他们 而且还这样 由他去吧 佛家只讲慈悲 不求其他 他们爱信什么教 是他们的事 在我佛眼中 一切众生平等 众生均无分别 明白吗 没法明白 佛门就不讲报恩了 知恩不报 那还是人吗 你总算来了 虚云法师 你总算来了 贫僧对太后不敢妄语 一直到的时候 贫僧正料理一桩事 小李子 给虚云法师赐座 这 听说龙泉寺今儿也不太安宁 是吗 不瞒太后 龙泉寺今天被义和团的弟兄们给包围了 他们说要抓那些二毛子去问罪 后来呢 后来贫僧只得与佛门方便 说这二百余人都皈依了我佛 他们能信吗 啊 开始他们是不信 后来贫僧对他们说 洋人会保护这些教民的 他们不跑去东郊民巷 往使馆里躲避 却来龙泉寺改错 这说明了什么 弟兄们听完了以后 总算是撤了回去 这就好 巧用佛门之变 慈悲救人 虚云法师 你是功德无量啊 太后夸奖了 贫僧愧不敢当 不过那两百多人的性命 明日如何 后日又如何 贫僧为时不敢担保 这风浪不已经过去了吗 义和团的势力越来越大 就是官吏们见到他们的大师兄 都要下马落教叩拜 就是王爷碰上了 也要绕道回避 今天他们还能听佛礼 到了明日怕就难说了 虚云法师 我问你个问题 你要据实回答 出家人不敢打妄语 那就好 如果这数万洋人一起拥入京城 你说这五六十万的全民 加上荣禄 董福祥 马玉坤 不足一万人的精兵 能当得住吗 贫僧不敢妄下断言 这血肉之躯 怎么能抵挡得住枪林弹雨呢 这在东郊民巷已得正式 可是义和团一直宣称刀枪不入 还能拆遣天兵天将消灭洋人呢 虚云化石人间 我也走过不少的地方 还从未见过世上有枪炮不能射入的 刀斧不能伤的血肉之躯 更不要说哪里会有让凡人 咒服差遣的天兵天将 学佛讲的是明心见性 解脱生死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简单的讲就是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现在义和团为抵抗洋人入侵 精神足可称道 但宣称能发种种神通变化 而实际上的血肉之躯不可能如此啊 小李子 明天的演练我看就算了吧 这 听法师开示真是受益匪浅 难为你们出家人了 小李子 替我送送法师 这 法师请 不劳李公公了 一人好走路 一人好走路 此语颇有些禅意 小李子 送送法师 若能得到法师的点拨 你也可终生受用 孟林 哎呀 师父您可回来了 是这样的 那个 法新长老 为照看那些教民 已经累病了 他让你一回来马上就过去 哦 哦 我这就过去 嗯 走 嗯 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 法新长老 您 怎么样了 哦 没什么 人老了 这精气时就差了 哎呀 虚云法师 在寺里 那些教民怎么样了 啊 贫僧进寺的时候去看了一下 惊骇既定 他们都已安然睡下了 哦 可 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了 贫僧也已经看到了 老那 已经力不从心了 啊 啊 张老 您还是安心调养为事 贫僧将尽力协助吴根师父 料理好本院的事情 徐云法师 这正是老那所求之事啊 吴根 弟子在 只要徐云法师 在本寺一日 龙泉寺上下 一切都要听从 徐云法师的调牌 是 徐云法师 贫僧 听从长老的发指 吴根师父 若把本院所有的房屋 回廊甚至庭院全部放开 能住下多少人呢 大约可住千人 那好 从明日起就全部打开 贫僧再问你 咱们库存的两米 若是每日一周 能维持多久啊 咱们库存慎丰 法师 您是知道的呀 若共千人 甚至更多的人熬周庸呢 这就不好说了 大约两三个月 还可以维持吧 博弥陀佛 博弥陀佛 虽是悲水车心 但总疗胜于无啊 徐云法师 弟子我实在不明白 五根 以后 以后 你就会明白的 还请你转告其他的师父们 从明日起 早晚课一律停止 一律随贫僧 在山门外宽敞处 熬周施斋 以济难民啊 这 停止早晚课 只怕不合似规吧 大慈大悲 方是学佛之道 难道只有在佛殿里 早晚唱诵 才能修出正过来吗 每十一周 在心里念一声佛 只怕胜过对佛百拜 好多了 只是这些日子难为你了 我已经六十一岁了 出家一生 对国家 对佛教 都没有什么贡献 空眼忌妒 实在是惭愧 这次得长老的托付 做了一些佛家弟子应该做的事 也是应该的 只是 不过你别说了 躲进我们龙泉寺的教民 都保住了性命啊 这都是佛祖的保佑 冰刀炸起 洋人入侵 大乱已如燎原之火 结束难逃 就是你我出家之人 恐怕也是很难再有什么回天的作为了 救的一个是一个 救的一天是一天 虽然明知自己德能有限 可我已在佛前立下此愿 无论如何必须谨利而为 不计成败 法师心诚至奸 老衲终生敬佩 不过世间之事瞬息万变 有的事还得早为预谋才好啊 多谢长老开示 公元1900年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离京出逃 京城一片混乱 二师兄 放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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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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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本 Aph 子 大师兄 鐵来 大慈大悲可言 多谢法师开示 师父 师父 好像羊毛子大兵打来了 训法师 您还是赶紧走吧 您给太后讲过法 这里太危险了 世灾躲不掉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训法师 佛与佛佛 你怎么成了光杆将军了 你手下那些弟兄呢 那几百个兄弟 他们不会来了 训运法师 承蒙您三番五次大救 无礼十分感激 请受我一拜 快快请起 这都是佛的恩典 缘分罢了 来 坐 自从离开了少林寺 就一心想练出一身功夫来 在这个世上盖出一番名堂 可谁曾想 自己的兄弟都变成了新鬼 自己也差点进了阎王殿 人生不借贪臣吃三毒烦恼何时休 就算把根本都赔进去了 也于事无补 也于事无补 还请法师教我 还请法师教我 其实老衲也没有什么可教你的 只是人生八苦 你应该体悟得更深了吧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这四苦 世间无人能回避得了 至于 愿赠慧爱别离 求不得和五音至胜四苦 至少愿赠慧和求不得 你比别人了悟得更深 对吗 是啊 法师 人人都想练成神功神权 可是神功神权是什么 那都是骗人的 说是被别人骗了 还不如说是自己痴心妄想把自己骗了 不明心见性 就难辨别出邪正真假 也见不到自己的习气毛病 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也难解这求不得之苦 多谢师父开示 无礼 下一步你打算去什么地方 现在北方太乱了 我想到南方去走走 阿弥陀佛 小李子怎么了 老佛爷青龙县城到了 怎么会停下的奴才也不知道 奴才这就去问 是 卑职屠龙启禀太后 怎么了 启禀太后 青龙县城也遭人洗劫 到处都是被杀的尸体 青龙县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了 老佛爷 城里有些不方便 咱们还是换个地方歇脚吧 这都什么时候了 明月寺僧人恭迎圣驾 让他们过来 快过来 你们快过来 明月寺主持竞争恭迎圣驾 皇太后一路辛苦 请赞力领本寺供摘歇息再行吧 法师怎么会知道我们到这儿呢 前些日子虚人法师又来信 让老衲准备迎接圣驾 不过这一袋的粮食 眼下已被抢光了 现在只有本寺自重的野菜供奉 还望皇太后原谅 难得法师一片制成啊 苏王爷 咱们就跟法师去吧 走吧 小李子 你说 这圣宝和虚云他们两个 究竟谁更懂佛呀 奴才不懂佛 不敢妄说 可就这个问题奴才问过苏王爷 他怎么说呀 苏王爷说 所修不同 他也不知 从他嘴里能逃出个真话来 那你 李莲英也能够进军机了 我说 小李子 奴才在 是 我想把这个瓷座的弥勒佛啊 往那边放吧 你赶紧把虚云法师给我传来 这 奴才遵旨 虚云法师 虚云法师 先喝杯热茶 润润口 你不是苏王府的亲兵头领吗 现在怎么穿上汉人的服装啊 虚云法师 这是皇太后亲你的一职 请法师过目 老纳已经八十多岁了 礼不从心了 你还年轻 将来 弘法阳教的众人 还得靠你们来承担啊 贫僧不敢懈怠 哦 我佛慈悲 虚云法师 你应该比老纳更明白 佛法既是 又是须权益变通的 你对太后的意志准备怎么处置啊 贫僧向遵旨前往 阿弥陀佛 可是你我既深入空门 难道你就不怕被别人讥笑 攀附权贵吗 牵线寒山曾问世德 在人世间如有傍我 欺我 辱我 笑我 轻我 见我 骗我者 该如何处之乎啊 师则说 只要忍他 让他 避他 由他 耐他 不要理他 再过几年 你且看他 阿弥陀佛 虚云法师既如此圆容无碍 理当受老衲一半 快快请起 前辈如此虚云如何敢当啊 虚云法师 现在外面难民越来越多 您这一走 看来京城的难民不会再增多了 联军攻破内攻后这三日奸杀裸掠 已经到了人神共分的极限 所谓物极必反就是天下大乱 这样对他们也没有好处 以贫僧所看 他们从今日起必有所收敛 会一门心思的追寻太后和皇上 以挟持他们 获得更多的索赔啊 只是法师这一走 寺中的难民还得向他们解释一番 是 原来原去终有因果 聚合离分 莫非原法 徐云法师 行人难行 忍人难忍 你现在忍重而道远哪 多谢法师开示 启禀太后 奴才遵旨已经把终云法师招来了 起来吧 法师拜佛不拜人 虽然他们称我老佛爷 可我还是人 不要折我福寿 法师就别拜了 多谢太后 孟灵年幼尚未归于我佛 所以 孟灵 还不快叩见太后 孟灵 大胆 还不快跪下 你就是太后吗 我看不像啊 怎么 我不像吗 说来听听 我听说书的先生说 本朝慈禧太后 身着奉官奉袍 威严伶 我心里上朝听证时 没有哪个大臣敢抬头 谁要是不听话呀 他轻轻的哼一声 就给拉了出去 可是你 我就是那个西太后 不错 可是没他们说的那么可怕 你现在身着汗装 就跟胡同里的老奶奶们差不多 一点也不可怕 孟灵 不可乱说 这孩子真可爱 续云法师 贫僧在 难道 这孩子真的没有剃度出家吗 实话告诉您吧 孟灵我原来是一个要贩的小教花 无父无母更没有什么家 所以出不出家也没有什么关系 续云师傅他救过我 我就得一辈子跟着他 我要好好地伺候他 他去哪儿 孟灵的家就在哪儿 孟灵啊 看来你还满讲忠意的嘛 比起关公卖刀勤穷卖马 我孟灵还差得远着呢 阿弥陀佛 太后 孟灵在天桥茶馆一带 听书听多了 但没有一本能弄明白 请太后勿怪 没关系 我高兴听这孩子说话呀 童言无忌说的都是真话呀 你知道 在我身边许多王公大臣 可是没有几个像这个孩子一样说真话 要都像我这样 你准凡 没准儿早把他们砍光了 屠龙啊 在 你赶紧的把这孩子带下去歇歇吧 喳 虚云法师 贫僧在 你当初说的那些话 现今都应验了 可惜啊 我虽然贵为一国之尊 可还是还要处处受制于那些封江大吏 王公大臣 我心里明白你说的都是对的 可我身不由己 不还得按照大家定义的去办吗 一直闹到今天 这样国不国 家不家的悲惨境地 皇太后言重了 我最烦恼的就是这个了 真是没有几个跟我讲真话的 还不如你那个小孟灵 我疏忽了 师父一路辛苦了 小李子 在 看茶 喳 不劳公公了 贫僧自己来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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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水满了 碗里的水满了 就再也装不进去了 法师是说 这人心和水碗一样 太后所看极是 是 其实太后手下的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人 他们口袋里的东西太多了 上下左右正反两面 合纵连横您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 他 长此以往真闹不清是真是假了 说得也是啊 归根到底还是自己想被别人骗呢 有了法师在我身边 我就心里安稳多了 不过法师 我大清能够度过这一劫吗 太后勿忧 洋人纵然是有野心 但他们也吞并不了我大清 得 总算回来了 不过又该走了 虚云法师 肃王爷一直在等着您呢 不敢 既然肃王爷有请贫僧必去拜见 不到下面不知道啊 大清国真是经不起风吹雨打了 这洋人还没到 董副祥和义和团的残兵败将 像蝗虫一样扑面而来呀 把什么东西都抢个金光啊 这地方上的官员嘛 死的死逃的逃 连个营也找不着啊 这到哪儿去找吃的去啊 这荒山野岭的 这哪儿有吃的呀 我知道 我没有把太后伺候好 可我有什么办法呀 是啊 俗话说 俗话说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贫僧能体会得到王爷的难处 不过痞急太来 事情总会慢慢的好起来 天下天气正暖 王爷派士兵出去找点野菜 总还是能撑一阵子的 好 明哥 我就叫他们按着法师的意思办 好在也没有几天了 等到了山西 咱们就到太原去吃刀削面 怎么 要去太原 这是刚一出的主意 眼下什么事情 还看不出头绪 谁愿意多讲啊 也只有他这个书呆子 静默傻气 王爷 这太原可万万去不得呀 为什么 宿亲王求见 叫他进来 给太后请安 太后该启程了 不急 太后 走晚了 怕无事 路走错了 走得越远就越无事 太后 虚云法师来了 贫僧参见太后 法师 一大早到哪儿去了 贫僧一大早到附近去找点野菜 找到了吗 找到了 上天厚德赐给了我炎黄子孙 繁衍生息的一块宝地 法师 我有一事向你讨教 你看看我身边这么多能人 一日三个主意如何是好 不拘一格随事应变 审时度势权益处置 使能人良辰 昨天有人建议驻碧太原 今儿呢 又有人立主改到西安 你说我该听谁的呢 我想肃王爷已有高见 是 臣以为应走西安 西安自古是帝王之都 官中大帝 勿华天保 离京城较远 且有同关之险 不怕洋人跟来 将新宫安在内里 朝廷照样可以办公 这就不怕洋人危险 将来和洋人谈判 也有利运作 肃王爷说得极是 那就改到西行 直奔怀来 快把他扶起来 快扶起来 来来来来来 蒙灵啊 快下马 老师 使不得 这可是您的坐骑 物尽其用 谁需要谁就骑 来 他这么小的年纪 身体又这么虚弱 怎么能撑得住 来 快上马 来 快把他扶上马 来 虚云法师 别说话 伤神 虚云没关系 我走惯了路了 来 我们继续走吧